12月10日是联合国公订的世界人权日 这天行政院文化部于台北市中山堂 举办纪念音乐会以追忆力士 并抚慰所有政治受难者的受伤心灵 管多少的黄金 白玉银和宝玉 也不如宝贝的儿女珍贵 还记得这首歌吗 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 因为有很多优秀的儿女 物品莫松也无妨 我的冤罪以后会糟 台湾五十年代是令人伤痛与恐惧的白色恐怖时期 在前任的惨烈牺牲中 我们因而得到了今日的民主与言论自由 不过如果没有前辈的奉献 还有甚至牺牲生命 还有更多的关心这块土地的人的共同努力 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享受到这么民主 这么安定的生活呢 既然时期走入了历史 不久现在绿岛跟金美的一个纪念园区 把过去的事实公开在大家的面前 让全国的国民寄取过去的教训 我们千万不可以重蹈人权 过往的伤痛尽管令人不堪回首 但将这段历史还原 如实地教育给后代子孙 是被许的见证 因此在世界人权日这天 有五位前辈将珍藏的文物割爱 赠予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 曼德拉先生他曾经说 他说如果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教育是最伟大的武器 那个责任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社会 以及我们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 他会了解而且记得而且尊重 今天在场的诸位前辈所走过的路 为了确实达到人权教育植木地 前身为军法学校的景美园区 迎见证台湾迈向民主过程 经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决议 整个园区被登入为历史建筑 并就地保留 规划为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我们透过长辈导览 透过语音的系统 让所有来园区参观的朋友 如入一个完整的历史的隧道 听着长辈到每一个压房 或是每一个场景讲他的故事 让他们知道 在过去的白色恐怖的那段历史里面 其实有多少人是受过的苦 现在的自由跟现在的 我们所享受到的民主 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 耳边听着长辈每一个地点的说明 去理解每一个建筑物的历史跟过去 而这个空间经历了多少事 发生了多少人的故事 文物的呈现 客观与否将深刻影响 来参观的所有民众 为了把记忆留下来 园区做了相当的努力 南徽大主教徒徒所说的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不过他更强调 没有真相 不可能和解 不可能和解就不可能有宽恕 更不可能有未来 所有的历史的真相 不能由单方面的档案去说 我们的重点就是让这个场景 能够保存非常的真实 非常的符合历史的真相 这样子教育我们下一代 我们曾经办过一个活动 就是让孩子在压房待 不要超过十分钟 他们就受不了了 这个目的就在传承孩子一件事情 当我们大家可以勇敢地说出 我们要捍卫的一个自由跟民主的 此刻的时候 我觉得极权才不会再回来 对于未来 政府与园区将起头并进 继续附建历史建筑的原貌 并为博物馆的兴建与组织条例的完成 为我们更同努力 为这段历史留下更多的禁忌阵 为我们更多的禁忌 我们更多的禁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